以為援交賺快錢實是陷阱很危險 援交等於透支未來 援交好好賺的 你看我有援包包啦 拖下手仔就有錢賺 不閒還有叔叔送禮 援交無性行為 放心 你以為援交只是拖下手仔 看一下戲就可以啊 嗯 這個只是小部分情況 很多未成年少女投身援交 開頭以為好正路 慢慢就 人家都有做援交啦 為何身邊人會做援交 不用找Google大神啦 通常都是見人做我做 打算做一兩次賺快錢 賺夠就收手 誰知最後抵不過金錢誘惑 或者被威脅迫著做 期間還有人連個X都沒有 援交真是很危險的 講驚啊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經常都聽老人家說 千萬不要跟男生拖手仔 會生BB 拖手當然不會生BB 但援交沒有做足安全措施 除了會不小心有了 還隨時惹上性病 都說援交不一定有性行為 你這樣想真是太天真 當你和叔叔姑男寡女共處一室 少女一定有損失 人家除了可以夾眼來 甚至會設置攝影機偷拍 之後勒索你繼續做 不聽話的 對你拳打腳踢 放上網賺錢都還可以 到時真是看虧了 萬一出事怎算好 最安全當然向援交say no 其實朋友叫得你做援交 都不方是真心friendly 記得要向父母 老師或者社工求助 如果被勒索或者受到人身傷害 就記得找大人一起報警 人沒事才可以造勢 再見嘛